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微微拉了吗 赵海呢 他们倒没事 这 这个女孩天生跟我相克 那这不是饺子的事 亲亲不过 是您自个儿常胃的事 说我常胃干什么呀 说丁姓如呀 我这听下来呀 我觉得 这丁姑娘美女说的那样 人还是不错的 不错是 对 是不错 帮了我们家很多对吧 可是她要做微微的妈妈 那是两回事 那太是两回事了对吧 你说她什么人呢 为了自己小夫妻 能够过小日子 把这么小的孩子 塞到技术学校 那是 我说话您可别不爱听 小辈们的事啊 让他们自己去操心吧 反正 只要对微微好 我没意见 对了 这是我上个月干终顶功的活 赚了两千块钱 你啊找个借口 帮我交给赵海 听见过 你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 你自己留着吧 子孙私有子孙福 你赵海养个孩子 还得娶媳妇 处处都得用钱 再说了 她好面子 没钱她也不会开口 你就帮我个忙 把她交给赵海 好了 我找机会交给她 可是你这样瞒下去 也不是办法 赵海也知道了 肯定怪我 这事怨不到您头上 这是我的主意 知道了 以后再说吧 亲家母啊 我还是那句话 小辈们的事 就让他们自己操心去吧 咱们撂开手 甭管啊 还图个清线自在呢 再说吧 再说吧 来看一下我们准备在这一块的话 建一个那个超市和什么网友嘛 再看一下那个 最后我们准备那个这边去建一个除休场 还有这边 这边不是准备这个游乐园 对 对 这边去 莉莉啊 喂 姐夫啊 我刚刚下飞机 什么时候有时间见个面吧 怎么了 庆祝快场成功啊 而且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我这两天都挺忙的 说不上什么时候有空啊 那你不管多晚我都等你啊 我真的是有事情要跟你讲 算了别了啊 那个 那我等你等你啊 拜拜 别了 莉莉 这海 你有没有觉得 苏莉莉没有仅仅把你当成姐夫 我觉得 她可能有别的想法 你怎么跟大胖的腔调是一样的 怎么回事 就你当局者迷 你自己身在其中 周边人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 就你自己不知道 你们不了解这里的事 我之所以对她好 是有原因的 莉莉的脾气我太值了 小女孩子 从小就没了父亲 她跟她大姐都最好 所以把我当成长辈 老大哥 这很自然吧 而且咱们得担当起来啊 就真的像你们说的那种 我会马上就跟她说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话千万别说这么满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当初你也跟我这样说的 后来怎么样 我也就是给你提个起啊 我还是相信你的 但是呢 我还是要行使 正牌女朋友的职责 肃清你身边的花花草草 一个都不留 行了 我真希望你必须能好好处理 那得要看她 是不是非要当我的情敌喽 这什么话呢这是 吃你了 是我 姐夫 什么什么 buns 这是什么节目 赵海 我有句话想要对你说 其实 你就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 喂 莉莉娅 哎 二姐 怎么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挪用公款的事情被人打了小报告 现在单位要我留着查看 哎 二姐 你先别着急 那这件事情咱妈知道了吗 我急的就是妈知道了 不知道她会怎么闹 妈要我等一会儿 在厂门口等她 哎 莉莉 咱们回事啊 这都是 行了 我知道了 好 我马上回去 好 好 哎 星叔 你们先回公司吧 我不回去了 我得先回家 家里又出事 我得救活 哎呦 你那个家里啊 事真够多的 哎 说吧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只要能理解我 就对我最大事了 妈 我看算了 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你就别去了 哎呀 哎呀 你就是胆小 说你胆小嘛 你这种事情都敢做 两个字送给你 糊涂 好了 好了啊 好 别担心了 妈给你去搞定 不就是碗交换一天吗 她用得着这么绝情吗 还丢人家饭碗 我们是有错 是吧 那我们也付出代价了呀 对吧 连命都快没了 我看她这样做 是认为你好欺负 没事 别担心 一切有妈呢 等着妈的好消息 好 看我怎么欺负 看我怎么欺负 哎呀 你看长长 我也是这个长得老菜快乐 辛辛苦苦的 也干了几十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我们家文会 自从警惕我进场以后 踏踏实实的 任劳任怨的 也干了十几年了 你通论通论 给孩子留条路 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您睁着眼闭着眼 就过去了 总得给我几方面子吧 啊 小琴 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 对吧 多留个情 有什么不好呢 你说是吧 嗯 好好 我们一定会尊重 退休老同志的意见 做出最合理的决定 这就对了嘛 谢谢你啊 妈 怎么样了 我说了吧 淡定 淡定 没问题 你妈出厂 没搞不定的事 厂长真的同意 不追究了 那当然 不追究了 那真是太好了 你不知道文慧 这厂长钢琴厂的时候 还是个毛头小子呢 你妈那个时候 已经是老资格了 她能不给我面子啊 没问题 明天继续上班 走 来来来 等我一下 喂 主任啊 不追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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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开除 开除 开除 谁开除啊 我被开除了 她 她刚才说好好的 没问题啊 她刚才同意的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吃饭硬了 是不是啊 不把我这个老公 都发在眼里了 是不是 好 你等着 我跟你说清楚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妈 我去门 妈 你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去门 去门 要不先上医院吧 妈 妈 怎么了 妈 妈 怎么了 我去门啊 赶快那去上医院 快走走走 我去门了 去什么医院呢 文会都要被人开除了 人走茶凉了 人家不买我的账了 妈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你放心 妈 妈 你放心 你去医院这儿交给我 好不好 我去跟厂长说 你去跟厂长说 嗯 好 那你要说文会不容易 你放心吧 早会走 好 妈 你好好等她说 你放心吧 妈 我办事你就放心 这个厂长 看起来是笑咪咪的 不好对付啊 行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啊 好 来 我们粥一下 粥一下 小心 行 你赶快上去吧 周仁 周仁 你啥也甭管了啊 好 好 走吧 你放心好了 刚才医生说了 你妈妈应该没事 都是我惹出来的事 嫁错了一个男人 没想到连累这么多人 我真是太对不起我妈了 别多想了 很多事情都会过去的 姐 妈怎么样了 在里面做检查呢 医生说了应该没问题 那大姐夫呢 赵海在跟厂长谈呢 他可以处理得好 他让你就别过去了 在这儿好好陪陪文慧 我接个电话 喂 姐 姐姐又是温太姐夫 好让啊 我自己去找她 对了 对了 像你这样 就是来商量事情的人 厂长 我这个老丈母娘啊 一来是年龄大的 二来是真着急 所以一说话就没把门了 这个 还得请您包涵一点 我本来是很尊重她的 可她也不能不讲道理吧 这个厂就好像她家开的 什么人都得听她的话 简直莫名其妙 是是是 这个 我们当家属呢 是急了一点 这个啊 心情希望您能理解 这事真难哪 我也考虑到影响问题了 老实说吧 现在厂子里 许多人盯着苏文慧的位置 我本就想 留纸查开 处理一下 做做样子 可你那个老丈母娘没想到 这么一闹 把事情闹僵了 我这个当厂长的权威 往哪儿放呢 是是是 这是 这属于我们家属才冲动了 是吧 考虑不周 厂长 你看能不能这样 我给您提个建议 能不能给文慧 调换一个职位 干什么都行 但是 别开除啊 我看 这办法行 来 妈 来 通学 好好好 你先坐 累死我了 我也不知道 你最后是怎么跟厂长说的 说了半天 弄到后勤处去 后勤什么地方 是一天一地 我告诉你啊 文慧还是继续绑财物的 妈 这回要不是大姐夫帮忙 我现在恐怕连工作都没了 后勤就后勤吧 我不在乎 就你那厨师 后勤就后勤 你越干越差 以后让我出去怎么跟人家说呀 我女儿在后勤工作 谁不知道后勤是什么地方啊 又脏又乱 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 早知道这样 我自己去找厂长了 不管怎么样 我也是老资格的 他也得看看我的面子 对对 妈的面子大 是啊 等着 过两天 我自己去找厂长 妈 我求求您就别再添乱了吧 看你急着跟这什么样子了 赵海 你别站着坐下呀 晚上想吃什么 妈给你收 不用了妈 我还得回公司一趟 那个辛茹等着我呢 要没事的话 那我走了 大姐夫你慢走啊 辛茹辛茹 叫你清热 肉麻死了 当我是假的 这个家留不住台 妈 其实丁小姐人还不错 刚才在医院她一直陪着您 谁要她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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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哪儿哪儿都少不了她了 真是的 她到底想干什么 妈不是什么 妈不是没良性的人 她对我们好我都看到了 对吧 她帮我们还不是一次两次 她她她现在这样 你说都在我身边 赵海丁幸福两个人一起在我 人家看了两个人算什么关系啊 看什么呢 好 好像 算了 走吧 一项 人家宠不可观仰 我生病 应该你和丽丽两个人在我 莉莉呢 我生病她怎么不出现呢 打电话来 去去去去 去过去过 她刚才去过医院 可是一会儿就走了 她冲锋啊 一会儿来一会儿 走一会儿来的 我以后家里出事 还靠得住她呀 好了 妈 你先别生气了 我刚才还给她打过电话 但是她关机 可是 莉莉好像知道 大姐夫和丁小姐的事了 刚才在医院 我印象中她问过我 但是那时候我担心你 我就没有跟她多说什么了 她 她什么意思啊 她知道她大姐夫 你可别告诉我啊 你可别告诉我 她对她大姐夫 真的动了什么心思了 我这个老脸 我 真不让我省心你们 别生气啊 妈 喝水啊 别生气 我家里面吃饭的人 越来越少了 这人少了菜就不好做 对吧 那花样就不多 说是吧 妈跟你说话呢 恩怀 你 你怎么拉丢了婚似的 我 没有啊 还没有呢 那没有怎么不应我呀 我像我这房间里就有我一个人一样 自言自语我神经病啊 我叫你来吃饭 是我太冷清了 陪我说说话 你不能不说话呀 哦 我知道了 陪婉 要不你搬过来陪妈住啊 我搬过来陪你住啊 妈 那如果 如果什么 要不你大姐夫回来了 陪妈呀 妈 妈 妈 谁啊 我回来 去吧 不想丢脸哪 快进去 回家 哎 谢谢 谢谢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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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陪慧 我不是人 我该死 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是被逼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做的呀 陪慧 妈 这些日子我在外面 我的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 可我心里 心里一直都担心你了 文慧 我想你想 心里都发慌呢 所以我今天才特意 父亲请罪嘛 文慧 文慧 你 你随便抽啊 好吧 随便抽 我一句怨言都没有的 你今天回来得正好 过你出这个家 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出去 文慧 妈 文慧啊 任周明 你还有脸回来啊你 你现在知道回来求我了 我太了解你了 你肯定是打听我没事才回来的 你听好了 我对你已经死心了 这两条路 要么鬼要么离婚 文慧 赵海 你来得真好 去劝劝文慧 她现在情绪 对对对 妈说得对 文慧 妈说得对 你现在冷静冷静 不要太冲动啊 好的吧 冷静什么呀冷静 任周明 你干什么滚蛋了你 文慧哥 好 灵灵 这是文慧的家事 让文慧来处理 对对对 大姐夫 你说得对 我这次是真知道错了 文慧 妈 灵灵 大姐夫 你们谁抽我 我都一句话都不会讲的 真的 我根据都带来 你们谁打我都选 不行了吧 任周明 你今天唱的又是哪一出啊 你演戏 你演得挺过瘾的吧你 我告诉你 没那么简单 姐 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我就两个字 离婚 离婚 听见了吗 我二姐说离婚了 赶紧我滚蛋 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呀 文慧 不 不能离婚啊 离婚 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任周明 你是该死 感谢你不是死的事 任周明 男子汉说话 得算个数 要死的话去 赶紧死去 赶紧死去 不不不 我现在不能死啊 那你可是放什么屁 我要死了 文慧自己一个人怎么办呢 我是真知道错了 我心里真的想文慧 所以我才回来的吗 大前方 你这个死刑 还有缓期徒刑呢 你不能把我直接就拉出去枪毙了 妈 妈 我不想跟文慧分开 那 任周明 你别搁这儿整这一处了 装可怜没用 知道吗 今天文慧情绪激动 等改日再说 走 你先跟我走 走 我 这舒适是要去你诊的吧 那你又让你找我呢 处处怎么办事 我好好的啊 别管姐 你连个女人都不如 你活着真是糟蹋粮食 大姐夫 要不 要不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 阁长 这个地方看起来老贵的 我 我真没钱啊 枪付过了 待着不待着 大姐夫 大姐夫 谢谢啊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 大姐夫 那个 能不能 再借我点钱 我想买包烟瞅瞅 这 真没钱 你不挺有本人的吗 大姐夫 看啥人 我这次回来 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我 我当时也是被逼的 我没办法 我心里放心不下文慧 我不想失去文慧 不想失去这个家 你帮我劝劝文慧 你少说这种屁话 什么叫被逼的没办法啊 文慧这次为了你差点要了她的命 就这点你就不是个男人 谁逼你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件事文慧为我遭了罪了 遭了大罪了 我知道 我跟你说 任正明 现在啊 不管你是为什么回来的 你是对文慧真有感情也好 还是在外边混不下去了 你回来才好 我跟你说 要是后遇中 你趁早死了些 否则的话 连我都饶不了你 我 喂 这小子找你一会儿慢点啊 好的 每个人再行 再还两天 再还两天 好的 那个 我最近马上就一笔钱进账了 我保证还 保证还的 再还两天 好 谢谢 谢谢啊 真不适应 二姐 睡了吗 还没呢 进来吧 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回去 今天晚上不想回去了 想跟你一起睡 好啊 反正我也睡不着 可以陪我聊聊 姐 你真的决定跟那个男人离婚了 我算是看清了这个男人了 早理早好 要不那一天 真的死在他手上了 莉莉啊 你可要好好记住姐的这个教训 将来一定要找一个 真心对你好 又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嫁了 你啊 把心放宽些 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 大姐夫呢 就放手吧 大姐夫要是能找一个配得上她的也行 就丁心如那种女人 就不像她的女人 我相信她们两个能成 你呀 真是个死心了 这片楼啊 要等个挪到那边去 是变基地 这边是她们的厂长 然后那边是高速 知道吧 这边将来这一边呢 整个是挪到那儿了 那边是儿童乐园 主任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儿了 莉莉妈你还不知道 我们这片要洞签了 这书倒是说了好多年了 真要洞签啊 这么好的房子 说差就差啊 洞签办都成立了 这回可是贴办定金了 你可要有做准备 这么好的房子 这么说啊 你一定要讨个说法 对啊 是啊 大家呢 回家呢 前去开个家长会 然后呢 研究研究 马上给我回来 开重要的家庭会议 什么 洞签 我要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还要给你们一个讲 这次洞签也许是个机会 这女人要是穿给你姐妇 一起来要这个房子 你还争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会 我给你买了爱情 你认证明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大家不了解啊 奔着洞签款来的吧 好 今天就把这个手指套剁下来 我证明给你们看 你断了我就原谅你 赶紧的吧 是神 получится �지 на 你堂能吃 哪了 你莫